一 二 三 二 二 三 第二个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第三种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大家看到吗 就是这三种方步 大家平时在去练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三种方步来回地去练一练 最后我们要去找到的就是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一个身体的运用 因为怎么去说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在去教学生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会先教下半的动作 教完下半的动作之后 我们会教上半身的动作 我们教完上半身的动作之后 我们最终要做到的就是上下协调 你的上下要协调 而且要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不能说完全只是上半身保持好 只要动作 这个是最基础的 就是上半身不动只做动作 这个是最基础的 但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一个效果是上下协调 不同的动作不同的协调 但是一定要上下都要去工作 这样子 OK 在顺可的身体的身体的身体 plugin leader 知道他自己做到的一个掌握 that you do 这第一种 第二种 前 摆上 摆下 落下来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反身摆到落下来 反身摆到落下来 这是第三种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背面的 然后的话呢 我再给大家去展示一下侧面的好吗 侧面大家也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其实侧面最清楚 背面看不清楚的 大家学校武术也是一样 其实你从正面看 可能看不清 从背面看 可能说你跟着老师跳 会好跟一点 但真正你要想看老师 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姿态 你要从侧面看最清楚 那我跳边侧面 大家看一下 也是一样的 第一种没有摆档 一 二 落 二 二 落 一 二 落 二 落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第二步 第二步 加上我们的身体摆档 也就是 一 摆 档 二 摆 档 一 摆 档 二 摆 档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在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加上身体的反身 一 摆 档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二 二 三 这是第三种 这是第三种 向前之后 第二步的时候 踩地板的时候 髋关节开始改 摆大 摆大 然后收脚 然后落下来 后退也是这样的 后退之后 接起来通过主力腿踩地板 跨位 踩身 倾斜 然后摆上去 然后落下来 这是第二步 那我做的稍微灵魂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了 就是前摆到落下来 后摆到落下来 这两种 这是第二种 我们的加上身体摆档的一个练习 那还有呢就是第三种 第三种的话呢会稍微的更难一点 难在哪里呢 也就是在第一步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第二种是在第二步的时候做摆档 但是第一步还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向前去移动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第三种就会更难 更加考验到什么呢 就是大家的上半身和下盘之间的一个配合的运用 那第三种是怎么跳的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步 一样的我们是出左脚 对不对 当我们出左脚的时候 身体做反身 也就是向左边转 反身 然后第二步的时候解开反身 收脚摆档 然后接下来落下来的时候 放下来 后退的时候 反身 解开反身 落下来 另外一点的就是 反身 解锁 落下来 反身 解锁 落下来 OK 那这是我们第三种的一个列迹的方步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这三种的区别在于哪里呢 第一种就是简简单单的只做脚 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在第二步的时候 我们加上了一个身体的摆档 那第三种的话呢 也就是说在第一步做反身 第二步摆档 后退也是这样的 第一步做反身 后退 摆档 那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我们平时在就练习的时候 也可以像刚才江老师所说的 我们一步一步的去练 先把最基础的做好之后 然后加上一些摆档 当你的摆档可以做得很好之后呢 我们再去加上一些身体上的反身的一些动作 但是大家要去注意了 这三种的摆档 只是给大家的一些练习方法 练习方法 但不代表方步就一定要这样去跳 准确来说 方步应该是要像第二种这样去跳 不能要像第三种这样去跳 第三种只是让我们身体去做反身 这只是一种练习方法 大家要去注意了 OK 大家可以从镜头里面看 我不管是男士 还是女士 找到你的身体垂直 以及左右手的对拉 这是我的舞姿 保持好我的舞蹈姿态之后 接下来 好 我们所有同学先想的是 松膝盖出脚 后腿推动的时候 轴跟着移动 跟着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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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的前脚要干嘛 接收这个重量 然后收脚到位 后腿也是这样的 先给地板 前腿推动 后腿脚后跟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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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脚到位 打糖 松膝盖 踩地板 推动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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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脚到位 下降 出脚 主力腿推动 动力腿接收 接收 接收 收脚到位 对了 OK 现在我们就是最简单的元素练习 走 移动 转动 倾斜 走 移动 转动 倾斜 走 移动 转动 倾斜 好 苏老师先带大家做一下转动和倾斜 只是后背 只是后背 有些朋友说 加上转动倾斜就做得不好了啊 我们先单独练一下转动元素和倾斜元素 我们再来练这个三个在一起的 来 预备 走 转动 向左 转动 向右 要保持轴垂直于地板 不会左右换动 只是 找到轴壮的感觉 找到轴壮 身体还是要左右拉开 十字架的感觉要时刻保持好 好 再来一次 慢一点 大家一起练啊 大家一起练 现在先不点赞 大家现在先一起练 练完之后再来给苏老师点赞 预备 走 一 二 三 二 三 转动 身体 转动 等下会跳完整的 等下会跳完整的 放心啊 放心 我们只是给大家示范一下每个元素好 倾斜元素再来一次 我们就跳完整的动作啊 倾斜元素再来一次 我们就跳完整工作了 走 向左倾斜 不要转动 只是倾斜 走 倾斜 and 倾斜 这个倾斜叫什么 叫技术性倾斜啊 倾斜有三种 我们今天跳的是技术性倾斜 走 向左倾斜 向右倾斜 向左倾斜 向右倾斜 看到没有 这就是倾斜 只做倾斜 OK 好回到我们刚刚的动作 移动转动倾斜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元素一起应用 所有的朋友跟我们一起跳啊 预备 五六七走 一二三 走 二二三 走 移动转动倾斜 走 移动转动倾斜 继续end 一二三 把所有的元素运用到里面去啊 走 移动转动倾斜 走 移动转动倾斜 走 苏老师我们正面来一次好吗 正面来一次啊 来预备 再来一次 看着苏老师正面 可能你们更能看到这个更好模仿啊 来预备 五六七 走 移动转动倾斜 每个元素很清晰 走 移动转动倾斜 走 移动转动倾斜 走 移动转动倾斜 再来一次 走 and 移动转动倾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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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我们同学们在家里就是要这样练习 每一个屏幕跟着他一起做一下 背面的话更容易让大家模仿 大家可以现在起来动动身体做一做啊 活动一下 预备 我们先要做好一二三 非常漂亮身体形态 然后要注意你的脚法 注意你的升降啊 我们先下降走 下降我们第一个做移动 只是移动不能出现任何转动倾斜 走 and 移动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练习啊 你们可以多练几次 再来一次多练几次啊走 只是做移动向前 and 下降移动向后 再来一次 走 and 移动向前 and 移动向后 转动 好我们进阶到第二个版本 移动加转动 走 and 移动向前 转动 这是在一的技术上做二 看到没有 走 and 移动向后 转动 非常好 再来一次 走 移动向前 转动 and 移动向后 转动 好再来一次 走 移动向前 转动 and 移动向后 转动 好我们加上第三个 最后的高级效果来了啊 走 移动 转动 倾斜 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最后的效果 走 and 移动 转动 倾斜 你们看到的啊 我们比赛的选手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 其实就是靠这三个元素来支撑 走 and 移动 转动 倾斜 来加快速度 走 一 答 二 答 一 答 二 答 答 谢谢苏老师 一 答 二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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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苏老师 非常好啊 我觉得这个练习就是对我自己是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就是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地练过来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对了 希望能帮到你们 对让你们也变得更好 好难 所以嘛 就是因为我们讲课 我肯定是告诉你们 只是告诉你们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从基本 第一个你可以能做到 第二个能做到 第三个能做到 可能加到四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难度 对不对 加到五你就各有难度 加到六你觉得好像我做不好 那没关系 你一步一步慢慢练起来 你一定会有一天肯定可以做好的 对 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地来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女士也是一样做的呀 女士是一样的呀 女士是一样的呀 我们只需要 女士只需要加上什么 只需要加上头看左边移动 头看左边移动 头看左边 移动转动 头打开 我们只是头打开了 移动转动 头打开了 移动转动 倾斜 头打开了 移动转动 我们只是加了一个倾斜 而且啊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练好了123456之后 你可以尝试跟你的搭档一起练这个动作非常非常有用 非常非常有用 可以让你们两个的身体很好的连接在一起 先看男士背面啊 第一个走移动 一起移动 升高 下降 一起移动 第二次移动加转动 下降 一起移动 看往 一起转动 and走 一起移动 一起转动 最后走 一起移动 转动 一起转移动 大家看我啊 请转的时候女生一定要跟男士的请轻回头 回头 回头 and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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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动 回头 移动 移动 转动 Office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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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动 倾斜 双人可以这样去练习